《熊珍》 其实《熊珍》一百多年前 就已经有了最早的 最古老的一些珠宝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 我觉得我们认为 胸针应该好像又回到了 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时尚的世界啦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趋势 所以呢 我们就想把它结集成一个collection 然后根据年代来 经过的历史的演练 我们去了解整个珠宝的过程 胸针在我们的搭配上面来讲 我觉得它始终都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而且它搭配性其实比项链戒指耳环还要高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点在我们的头发上 当做项链的坠子 我们也可以点在衣服上 甚至于皮包上面 所以其实它搭配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们这一次大概就寒跨了 1920年代到1970年代的 这个时期的作品 我们在1980年代呢 我们的世家就陆陆续续的 去收购我们所有的一些 经典的作品 作为我们的收藏 那这一次我们重新的整理 那就以年代来作为一个区隔 这一柜呢 是我们1920年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在1920年代呢 埃及的这个图坦卡门 它的那个墓被发现了 造成了全世界欧美的轰动 因为它里头有许多珍贵的壁画 拿这个壁画当作一个 艺术的设计的一个灵感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类似的一个作品 这个菊花的胸针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作品 这是30年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因为在1925年的时候 在巴黎呢 我们有了一个世界的博览会 在那个时候呢 许多东方的文化就进入到了欧洲 引起了很大的迴响 那所以东方的文化就变成 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潮流 所以呢 我们就在那个时期呢 就制作了这个 有东方文化的一个作品 影蜜式香仙 它的工艺是最高难度的 也是在30年代呢 我们发明的 让这个3D立体的效果更凸显 我们必须要用影蜜式香仙 因为第一个你看不到爪香 这个珠宝的背面 你可以看到到所有的轨道 把所有的珠宝呢 全部都是锁在这个轨道上面 其实这也是考验工艺大师的功夫 然后你怎么去看它呢 它都像是一朵栩栩如生 已经绽放的一朵花朵 这个作品呢 是在30年代我们所发明的 那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凡克雅宝 在工艺上面呢 大放异彩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影蜜式香仙 还有变幻式的珠宝也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幻式珠宝 那叫巴斯巴杜 在法文里头就是 它会通过所有的地方 是一个像是蛇形的感觉 绑在我的脖子上变是项链 手上就变成手镯 把它绑在你的腰上 变成是个腰带 它上面的这个花朵呢 是可以取下来当作凶针用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武林年代的这个柜子里面呢 其实我最想要介绍的作品呢 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呢 我们先拥有了这个朱丽叶的这个胸针的作品 朱丽叶呢 他要站在这个阳台上 他看着这个下面的罗密欧 那罗密欧其实是最近这一年我们才收购到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先有了朱丽叶才找到了罗密欧 今天终于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在这里做展览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还蛮重大 他也不需要太去着重他的这个表情 可是最主要是他的肢体语言 然后整个场景 我们都把这个故事就写在这个小小的胸针里面 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这个最重量级的作品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宋子鸟的嘴巴 他闲着一颗90多克拉的黄钻 故事背后也非常的有趣 因为呢世家呢有受到了一个收藏家的要求 因为他的太太呢才刚生了一个孩子 那他希望呢我们能够把这个黄钻呢 相制而成一个宋子鸟 但他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一个转换式珠宝 你可以看到到90克拉的这个黄钻呢 其实他可以变成是一个项链的赘饰 然后呢他在翅膀的两边呢上下呢 其实他是可以变成是耳环的 那他的身体的部分其实他也是一个胸针 所以呢是一物束用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作品 对 这个电视机都没有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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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